拥有40多种改进型号的全能飞机C130运输机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生产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于1956年服役 至今已生产2500多架 拥有40多种型号 并在60多个国家地区运行 可谓是世界上最成功 最长寿和生产最多的现役运输机之一 C130是世界上设计最成功 使用时间最长 服役国家最多的运输机之一 从1954年8月23日首飞至今已服役60余年 有70余个国家或地区使用 总生产数量预2300架 各种任务改型近40种 C130可在前线简易机场跑道上起落 向战场运送或空投军事人员和装备 返航时可用于撤退商员 改型后用于执行各种任务 用于电子监视、空中指挥、控制和通讯的 型别有EC130、EC130Q等 此外还有搜索救援和回收型、空中加油型、各种任务型、气象探测型、海上巡逻型及空中预警型 此外还有大量民用型别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C130研发的始因其实是柏林封锁事件 简单来说就是老毛子不想给柏林人民吃饭 而老美等一众资本主义就说 你不给他吃 我就偏偏要给他吃 反正就是要和你对着干 你不让我运 我就空投 真面包炸弹 柏林封锁事件这一史无前例的大空运史 各国意识到战略空运的价值 而性能出色的运输机是空运力量的核心 C130采用上单翼、四发动机、尾部大型或舱门的机身布局 这一布局奠定了战后的中型运输机的设计标准 C130设计上最大的特点 是其设计彻底的力求满足战术空运的实际要求 因此它非常适合执行各种空运任务 C130还有一项强大的技能 是可以在不降落的情况下投放两万两千千克的货物 甚至是坦克和装甲车 C130自重34400千克 载重却达到了33000千克 航程达3800公里 再加上592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可谓玩爆当时世界上所有运输机 哪怕在今天 它的性能都在中型运输机中名列前茅 洛克希德AC130空中炮艇 是一种以C130大力神运输机为基础所 进一步改装而成的攻击机 主要用于密接空中支援与武装侦察等用途 AC130装置有各型口径不同的机炮 乃至于后期机种所搭载的伯弗斯榴弹炮 或105毫米榴弹炮等重型火炮 对于零星分布于地面 缺乏空中火力保护的部队 有致命性的打击能力 AC130攻击机具有先进的传感系统 新型火力控制雷达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 它还具有超强的抗电子干扰能力 和红外线预警接收器 并能在夜间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飞行 曾经有人问过 中国会发展像AC130这样的空中炮艇型攻击机吗 在下认为 美国这种爱打飞对称战争 欺负小国家的时候用这个课 对中国来说不是刚性需求